如古代其他民族一样 罗马人不单只信神 更想通过神知道将来的事情 因此他们也进行占卜活动 就罗马官方而言 他的占卜主要有两种方法 一是通过刹汗牺牲动物的内臟 这是罗马人从曾经统治过他们的 伊达拉里亚人那里学回来的 二是通过观察非尿的情况 据说当年罗姆路斯和纳莫斯两兄弟 就曾经决定用第二种占卜的方式 来确定到底用谁的名字 来命名新建的城市 罗马政府每遇到重大的事件 为了确定自己所做的选择的可行性 都要进行占卜民神的活动 为此他们还专门设置了 被称之为奥哥的占卜官一职 例如是当罗马人每年一度 选举出他们的执政官之后 在正式授予当选者执政官权力之前 他们就进行占卜 如果占卜结果显示是吉利的 这就说明神同意了他们的选择 这样他们就应该让当选者就职 又例如当罗马人在进行军事行动之前 亦都要进行占卜 这个时候他们往往是通过观察 母鸡的行动来作出判断的 如果母鸡的食欲很好就是吉兆 就意味着战争将取得胜利 计划就可以付诸实施 关于这一点 曾经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在第一次暴力战争期间 罗马艦队的指挥官 黑努迪普克尔 为了确保军事行动的正确 特地带上了一群母鸡 当他发现一年几日 这些母鸡都拒绝进食的时候 急于决战求胜的他 就在一气之下 将他们都扔进大海 而且说 既然你们不想吃 那就饮饱了 结果 黑努迪大败 罗马人认为 这都是由于他舍读神灵所致 因此就惩罚了他